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娟 遭到中国通气的富豪郭文贵 在两年半前流亡美国之后 经常和前白宫首席顾问班农开网络直播 对中国当局言辞抨击 并呼吁中国人民起来推翻中共 不过曾经帮助川普入主白宫的班农 8月20号因为涉嫌诈骗而遭到了逮捕 根据报道班农和另外三个人 是因为在发动民众捐款支持 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 我们竹墙活动这个项目 涉嫌把好几十万民众的捐款 用在私人支出 年代的这个时候 郭文贵和班农的关系也被外界放大检视 媒体报道 郭文贵跟班农合作创办的媒体GTV Media Group 最近已经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这家媒体公司被怀疑涉嫌违反证券法 透过私募管道获得了三亿多元的融资 现在这家公司的融资交易账户已经被银行冻结了 而纽约州检察官也开始着手了解案情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当中 郭文贵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怎么看班农的案件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郭文贵宣称的消灭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节目我们访问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 他也是前北大经济学系的教授夏野良老师 就这些相关的议题为大家做进步分析 夏老师你好 黄娟你好 是这两天最大的新闻就是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政治顾问班农 突然因为诈欺而被警方逮捕了 那这个消息其实震撼了很多的人 首先请教夏老师 班农他被捕是不是会影响到川普的选情 这把火会烧到川普吗 我觉得民主党是有这样一个意图 因为过去在川普竞选的时候 毕竟那时候班农是帮过川普很大的忙 而且他成功进入白宫之后 又一度成为川普的重要的政策顾问 所以呢大家会想说这一次跟拜登进行的这种竞争 好像在民意测试中好像是拜登领先 那么有的人呢就放风 特别是郭文贵及其他的蚂蚁帮 他们就放风说这个时候更加需要班农出山 帮助川普再度赢得这次大选 但是呢川普本人没有这个意愿 而且郭片及其这个蚂蚁帮也在大道谣言 说这个川普的女婿已经找班农 要求班农出面帮忙大选 所以在班农被捕之前 大概他本人都是一厢情愿的 有这样的一个意想 那至少郭文贵一直在外界是宣扬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们都非常期望 如果川普真的把班农召回去帮他竞选 甚至成为他再度当选总统之后的 重要的幕僚 那么这样的话 郭文贵及其这些蚂蚁帮 可能就会觉得青云直上 鸡犬顺天 但是现实呢 是川普对这个班农 离开白宫之后出版的那本书 有非常大的强烈的不满 他说了一句话 原来说他is crazy 就是他疯了 所以他不会再启用这样一个人 川普他现在的这个 当了总统之后 他的幕僚是很多的 政策顾问不差班农这一个人 所以呢 班农这样的一厢情愿 是肯定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 而这个民主党想大做文章 非常乐于看班农出丑 班农出丑之后呢 会让这个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的形象 受到更多的负面的影响 但是在我看来 川普已经声明 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 跟他没有打交道 是您刚特别提到郭文贵 您用锅片来形容他 还收到蚂蚁帮 然后一直不断的在营造班农的声势 然后强调他的重要性 而实际上在过去几年 我们也看到 郭文贵跟班农两个人 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的关系 而且两个人经常出现在 这个网络的谈话节目当中 您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还有他们两个共同合作成立的GTV Media Group 这家公司听说也遭到调查了 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郭文贵认识班农之后 他如获至宝 他一直就想把他的这个 紧紧抓在自己身边 为自己所利用 那么后来呢 大家知道班农被川普抛弃了之后 他过了一段时间 连他自己原来所参与的那个媒体 那个媒体也不要他了 所以他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班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当然没有多少的选项 这个时候他看到郭文贵至少是一个富人 他有求于郭文贵 那么郭文贵呢 给他钱 答应说要给他一百万 当时两个人签了合同 签了合同之后呢 一百万年薪听起来很高 但是呢他并没有从郭文贵呢 真的直接拿到一百万 他可能支付了一小部分以后呢 就开始一直掉班农的胃口 那我们知道第二年准备要签了个合同 合同文本已经准备好了 又是一个一百万 但是连前面前一年的一百万都没有兑付 那么后一年的那一百万 那个合同根本就没有签 虽然他跟这个郭文贵两个人 在游艇上已经漂泊了两个多月 平时在游艇上 他们吃的伙食也是非常一般的伙食 还有一些记性的网友还说了 凡是班农在的时候 郭文贵就不吃那些好的东西 那么今天到午 班农刚刚被捕 然后郭文贵的伙食马上就变好了 开始吃海鲜了 所以郭文贵是非常抠门的 班农在的时候给他吃的都是 像这个羊角面包啊 他说要他减肥耶 他要给他节食 他要给他吃蛋糕 蛋糕每次给他切两片 都是对他有限制的 结果现在你看 他上午刚刚被抓走 然后呢 郭文贵下午就开始吃海鲜了 就是很明显 是 所以呢这个班农确实是被他利用 被他利用 但是呢班农又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呢 你说他们两个人进行交流的时候 这个一个人英语是那么差 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正常的讲话 所以呢相互之间 按照员工仪的说法 他们两个人互相能够理解的 可能最多是30% 鸡同鸭讲根本搞不懂 搞不清楚 但是呢你想每一次 郭文贵直播 都把班农当做一个道具 他说的话 所有的话 班农都给他背书 为他站台 所以呢 郭文贵这个搞的很多东西 骗局 都是因为有班农的站台 才增强了舒服力 其中有些上当的一些人 他们投资了五万八万十几万的人 他们说当时如果光郭文贵一个人说 他们不会相信 但是他们看到有班农 觉得班农以前是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 另外还有一个叫凯尔巴斯 是职业基金经理 所以有他们的站台 然后人家觉得这个事情才靠谱 才愿意投资 掏钱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 如果讲是一个诈骗集团的话 那么班农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站台 增强了郭文贵的这种可信度 大家都知道 郭文贵过去有这个诈骗的历史 对他还是多少有一点恐惧和担忧 但是有了班农 有了这个凯尔巴斯 曾经还有一段时间有龚小夏的加盟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相信这些人 龚小夏作为哈佛大学的博士 曾经担任过法治基金的董事 director 对吧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法治基金的董事会主席就是班农 直到今天 当班农被捕了 郭文贵他急忙宣布 说现在这样子的话 那他不能当董事会主席了 他就把那个董事会主席的名字改掉了 现在已经不是班农了 所以你看他们 包括那个凯尔巴斯是在月初就声明说 他不再担任基金会或者是任何职务 所以呢 这些人都是一看情况不妙 就赶紧就是脱身 然后呢 要洗清自己 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洗清了 因为他们在设这个骗局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有职务 那么这样的话 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 还有呢 这个美国证券委员会SEC也在调查 另外呢 美国纽约州的检查总长办公室也在调查 至少是三家在进行调查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调查半年以上 我觉得美国这些权威的强力部门 他们花这么多的成本代价 对郭文贵进行调查 不光是郭文贵一个人 还包括班农 对他们两个人进行调查 那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证据 否则的话 他们用不着花费这么大的代价 那现在呢 虽然讲班农被抓的原因 不是跟法治基金有关 也不是跟后来他所发行的什么GTV G News 郭Media 还有什么G Club 还有G Fashion 他那么多骗人的名目 班农都在船上给他背书 所以呢 我觉得随着对班农调查的深入 也有可能 就是说将来会另案 会处理班农的其他的 涉及到国案的这样的一些罪行 是 您刚刚跟我们提到 郭文贵跟班农合作的情况 讲得非常的详细 我想再请教夏夜良老师 就是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是提到班农跟郭文贵 共同合作的媒体公司 GTV Media Group 他们是在今年的春天 透过私募融资了三亿多美元 媒体的报道是说 FBI正在调查 这家公司的融资手段 是不是触及违反证券交易法 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话 那对郭文贵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而郭文贵自从到美国之后呢 非常的高调 然后也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案子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居留 或者是说会直接把他遣送回中国 未来可能的发展会是怎样 郭文贵在中国就是罪行累累的 他有很多项罪行 但是由于他过去有保护伞 他跟中共的高官同流合污 尤其是跟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健 有着这样一种利益关系 马健后来承认 他收到郭文贵 大约六千多万元人民币的贿赂 所以他为郭文贵出具过很多次 国安部的证明文件 比如说以国安部第十八局的名义 要求郭文贵所感兴趣的企业 把股权甚至整个企业交给郭文贵处置 而且理由是因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安全 请当地政府以及各方面要配合 那么这个等于就是一种上方保健 就是你不能去跟他讲道理讲理由 因为说是国家需要 国家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 所以那些企业家只好乖乖的 把自己亲手打造 那么辛苦经营的企业 白白的交给郭文贵 资产交给郭文贵 所以郭文贵他成为亿万富翁 从来没有一分钱 是他自己通过勤劳 通过正常的商业竞争和交易获得的 他都是这样一种强买强卖 就是采取流氓黑社会的手段 这个去取得的 所以如果了解郭文贵的历史的人 就知道他的第一桶金是夏萍 是一个香港女商人 后来莫名其妙的 从夏萍的司机 先是变成了副总经理 总经理 再后来就变成了 夏萍的所有资产归了郭文贵一个人 据说当时郭文贵是私自录了 他跟夏萍有性关系的录像进行要挟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后来呢 郭文贵又贿赂了当时的郑州市委书记 王友杰 当时呢 他贿赂了这个书记之后呢 当那个书记按照他的要求 把他所有需要办的事情都办成 办成之后呢 郭文贵看这个已经利用价值不大了 然后呢 就向地委举报了这个郑州市委书记 然后让郑州市委书记坐牢坐了几年 所以呢 这个是后来这个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郭文贵这个人是心狠手辣 过河拆桥 永远都只有新朋友 没有老朋友 他利用完朋友以后 他是要赶尽杀绝 就是说他基本上 咽过拔毛 然后呢 他寸草不生 就是这种 狠毒到这样一个程度 然后台湾 据说也有几位企业家呀 还有设计师 都受过他的坑蒙拐骗 有的被绑架 进行死亡威胁 所以后来他们也不敢跟郭文贵 索要自己的 这个无论是头劳啊 还是说这个资产啊 被郭文贵就是强行的霸占 正着威胁以后 不准再来中国大陆 所以呢 台湾的媒体过去 做过有限的报道 但是呢 都是怕郭文贵这个人 因为他呢 跟国安部勾结 他还会派杀手流氓去骚扰 去威胁 一般人不敢惹他 那么他在国内 这个受到过 16项的这个刑事指控 而且被国际刑警组织 两次红通通报 红通通通报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是应该国际上 各个国家都应该注意的罪犯 那么他逃到美国之后 他的罪行反而又增加了迹象 所以这次呢 美国联邦调查局 和美国证券委员会 以及纽约州检查总长办公室 他们所要涉及的是 包括金融欺诈 包括洗钱 还有呢 就是说 进行网络上的这种 不正当的宣传 还有呢 就是利用美国的这种 新闻自由的氛围 然后再通过网络媒体 包括视频来进行 带有邪教式的宣传和蛊惑 所以为什么这次 连美国FCC都参加了 FCC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班农和郭文贵 他们其实是绑在一起的 虽然今天这个案子呢 是班农的事情 但是呢 班农还有很多 跟这个郭文贵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我想现在出动的 这个这些机构 都会下一步 会去进一步的细查郭文贵 在美国的违法犯罪的事实 而且有关郭文贵 洗钱的事实 不仅在美国有 在香港也有 那么香港曾经调查 本来要去年就应该正式的宣判 但是后来由于去年 这个反送中运动 所以后来呢 提出的理由说是 香港政局不稳 这个案件呢 要向后推演 然后现在呢 当香港的局势稍微平缓之后 现在又有一些其他的理由 所以后来得到的信息 就是中国国内 国内的安全部 以及公安部 是要求香港不要去把这个案子提起来 所以在帮郭文贵的忙 也就是说 这个孙力军虽然现在才被抓起来 但是被抓起来之前 孙力军是不希望 这个郭文贵受到一些查处 他是觉得郭文贵掌握了 他的一些材料 他怕郭文贵 把他的材料 报给这个中共的中纪委 这样的话呢 他自己就会有危险 所以呢 他跟郭文贵 等于是一种交换条件 因为他来美国一次 曾经跟郭文贵通话 他本来是要见面的 但是郭文贵耍了两面所段 郭文贵一方面 要跟他约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另一方面通知了FBI 然后告诉联邦调查局 说这个人 是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 他到美国来要进行 这个与他身份不符的特务活动 那美国联邦调查局 当然不允许这样的说 如果要是他跟郭文贵见面 就会把他当场逮捕 所以郭文贵也 故意的吓唬孙力军 他说你看看 你要是跟我见面 他们就要准备把你逮捕 所以呢 这样的话 让孙力军更加相信 郭文贵在美国 他的能量也很大 他能够指挥动 联邦调查局 所以回国以后 他就配合郭文贵 郭文贵给他提出了条件 就是不能搞他 所以呢 有一个女孩 原来是郭文贵身边的工作人员 叫马蕊 马蕊称她被郭文贵强奸 非法拘禁 然后把她的护照上的签证 故意毁坏 甚至没收她的通讯工具 不准她上网等等 后来这个马蕊好不容易 在英国逃到了中国大使馆 然后回到了中国 然后她在纽约法院 已经提起控诉 说郭文贵强奸她 但是由于这个案子 马蕊仍在中国大陆 不能到法庭来 所以这个法庭一再催她 叫她本人过来 但是她就是来不了 因为中国国内不让她出国 国家安全部 还有公安部 控制她 不让她来 那么这个我现在理解 就是由于孙力军 有这样的一些考量 所以马蕊来不了美国 要不然的话 如果她本人来指控 郭文贵强奸 这个案件的审讯 应当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是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这样看中国 刚刚夏业良老师 非常的精彩地 跟我们谈到了 有关于郭文贵 所涉及的种种诈骗的行径 我是黄军 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再继续就相关的议题 进行讨论 稍等一会儿 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这样看中国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娟 继续访问的仍然是 前北大经济学系教授 夏业良老师 他目前在美国 那夏老师 班农跟郭文贵的事情 这两天其实引起 非常多的讨论 其实在网路上 刚刚传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他们说 这个是假消息吧 为什么在第一时间 很多的人 他们会选择 站在相信 郭文贵和班农的立场 那么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 最近几年 郭文贵到了美国之后 他宣称要爆料 中共政局内部的一些秘姓 然后王岐山家族 涉及了一些贪腐 这些很多的事情 都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而郭文贵在七月的时候 在直播节目当中 他还说 很多人要他跟班农保持距离 为什么他不肯 是因为班农 对灭共有坚定的信仰 所以郭文贵决定 要跟他站在一起 最近几年来 郭文贵俨然是一个 对付中国共产党的 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似乎也对 郭文贵寄托了一些想象 但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爆发了 所以一般的民众 应该要怎么观察这样的事呢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受众 他们之所以相信郭文贵和班农 是因为这些人过去根本不关心 这个反对运动 他们不知道哪些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反对过共产党 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流血和牺牲 郭文贵在很多的法庭文件上 他千篇一律地宣称自己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第一个敢于反抗 中国共产党的个人 大家想一想怎么可能中共建立 差不多快一百年了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建政也七十多年了 在这么长的漫长的历史里边 怎么可能他是第一个反抗中共的人呢 那反抗中共的人成千上万 被杀头的都无数 他从来没有反抗过中共 他在中国国内 是中共这个盗国集团的一份子 是中共施恶的帮凶 他是助纣为虐 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一直在迫害那些反共的人 包括他到海外来 这个矛头对准海外的异议人士 他表公他要回国 要立了功再回国 要向习主席效忠 他曾经在这个2017年的8月26号 他们写过一封效忠信 要向习主席要表公 要说他在海外要灭了海外民运 然后回国去立了功 他以前说他在国安 过去就立过三次一等功 包括去打探达赖喇嘛 这个身体状况 阻挠达赖喇嘛去英国 所以呢他干了很多的坏事 他什么时候反过功啊 所以呢这些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 他来到美国爆料开始 他都说他不反共 不反习 不反中共 不反政府 不反民族 不反国家 讲了那么长的那么多 但是呢一直到2018年的下半年 他才突然改口 那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 已经不喜欢他不反共的态度了 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改口 他说他要反共 然后他提出了灭共的口号 因为吹牛的大片犯 他总是要喊得比别人口号更小 更绝对 别人都是说反共 他说要灭共 那好像说大家以后都要指望他了 而且他到了这个舆论说 海外民运40年来 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 但是都不如郭文贵一个人 他的贡献大 所以呢他让他的蚂蚁帮 就像一个邪教集团 在散布这种谣言 大家都知道邪教组织 包括那些传销 他就是在短时间里面 进行重复的那些灌束 心理暗示 催眠术 让你相信一个完全不可能 成立的一种谎言 时间长了以后 都让你像着了魔一样的去相信 就像葛菲尔说的谎言重复签字 也可成为真理 所以呢郭文贵就是利用这一套 来欺骗这些他的受众 而且他很多次内部的谈话 他在一个小圈子里面 小群里面谈话 他说我反什么共产党的 我哪能反得了 我干嘛要去管那个事呢 他最关心就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 他原来爆料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他就是要保命保财 报复 他就是要干自己件事 所以呢 有的人不希望寄托于他的身上 希望他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 那真是瞎了眼啊 而且他自己现在今天还在说 他说他们的任务使命 就是要解放全人类 你一听这个话就事成相思 就是共产党的话语 共产党那时候就经常说 要解放全人类 所以郭文贵口口声声 今天还在说 他们他和班农 都是为了全人类在牟利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美国人抓错了 那为什么要把班农抓进去呢 所以他现在呢 就是一方面 他声称这个班农 反共态度很坚决 他支持他所有的这些合法的部分 但是对于非法的部分 他不清楚 他不知道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他现在开始撇清关系 宣布班农不再是他的 法治基金会的主席 也不是他的 Gnews GTV的董事 就是班农所担任的职务 今天他一个人 一嘴就把他否定掉了 就宣布没有了 但是他这样子撇清 能撇得清吗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犯罪是有一个过程的 你不能说那个犯罪 实施完成之后 你宣布我退出那个组织 我就不算是犯罪团伙的成员了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 对吧 所以呢 现在就是班农的被捕 已经敲响了 郭文贵灭亡的上中 好 最后请夏宇良老师和我们谈一下您的感想吧 关于郭文贵这样子 曾经这么风光 在网络上营造这么大声量的人 现在居然有可能会被送上法庭了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经过呢 一个人呢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个是一个真理 就是说 虽然我们讲有些人呢 好像他很辉煌 他几十年撒骗 干了那么多的弱势 都没有受到惩治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说这么坏人 为什么不会得到上帝的惩罚呢 但是呢 最终可能还是他逃脱不了被惩罚的命运吧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说 我们华人世界 确实有很多人很容易上当 就很多人上当的原因在哪里呢 一方面呢 是对有很多这个邪教的这些手段 不太了解 邪教手段一般 说话都是说得非常满 非常绝对 他们使用的词汇 最喜欢用的就是顶级 罪罪罪罪罪罪 大家想一想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林彪还有那些 当时把毛泽东捧到 像上帝一般地位的时候 他们用的也都是最顶级的 最高级的那些词汇 后来大家发现 这都是一种骗术 都是洗脑的一种办法 那郭文贵呢 应该说他比较精通这些 所以他会用很多夸张的语言 甚至呢 他篡改了很多的语言 他用一些带有邪教组织性质的 话语体系来对他的受众进行洗脑 而且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天天听郭文贵的这种 所谓的爆料 他已经爆料三年半了 大家听到了什么 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 他都就是说了很多的黄色的段子 他掌握了一些小市民的心理 喜欢听那些八卦 听那些黄色的段子 所以他造了很多的谣 想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事实依据 然后他说他有18盘录像带 随时可以报 他说如果他把18盘录像带公开了 那中国共产党就会垮掉 就会有几千万人上街 他说这样的话已经说了三年半 但是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真材实料 他为什么特别痛恨王岐山 因为他自己本人的利益 包括马健的被捕 也是跟王岐山的反腐运动相关 所以他给王岐山造的谣是最多的 明明我们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知道王岐山有什么具体的贪腐事实 当然我们讲中共的官员 一般可能都有贪腐的可能性 但是毕竟你要是靠证据说话 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些证据 就是郭文贵一个人说 他说中国的所有的国民财富 有一半都是王岐山和他的家族所拥有 他说海航整个海航集团 就是王岐山自己私人的 这个完全都是违背我们的 这个基本的理性和常识 这样的一个非常第一级的春片 居然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那么长时间 到美国又兴风作浪了三年半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坚信 他迟早会进入美国联邦监狱 他会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 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遥远了 是 非常谢谢在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 夏业良老师 今天和我们非常深入地介绍了 郭文贵这一个人 那么看起来似乎是劣迹斑斑 从中国到美国 所以这个事情还有得看 非常非常谢谢夏业良老师 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专访 谢谢您 好 谢谢台湾的听众 好 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了 我是黄娟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拜拜